- 開場的任務 各位來到這場所呢 各位知道是我們的水運泉紀念館 也是非常好 第一次跟台北文學記做一個合作 2012台北文學記呢 也是由我們台北市文化局 以及文化局 文化局是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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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局 ÉX 文化局是主辦單位 客 ENけれど 文化局zenia 文化局的社交單位 文化局代表 文化局人員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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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知意來看,是最資深的,他最早是一個記者,一個新聞工作者 後來他就在從記者這個位置離開之後,他就嘗試很大量去創作 特別有非常多的一個榮譽,也被大家所注目 那慧珍,我們跟慧珍年齊比較大,差不多所以我們就叫慧珍 慧珍大家知道他早期在網路上有個運詩人,大家用這個來認識他 後來他知道他其實在台大的博士班讀書 他就毅然決然走到記者這個行業區,後來成為記者 先是一個創作者變記者,剛好變成是一個相反的對調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組合,這也是他們兩位進行一個對談的原因 另外今天的主題,我們叫做走進台北,看見台北 近是比較接近的近,城市報導記事 但這題目是相對比較大的,因為這次整個文言記 各位如果看我們文言記手冊,大概這個文言記裡面 今年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規劃,叫做文學創作工作法 其中有一項是報導文學,我們一直認為 報導文學或所謂非虛構寫作,在台灣需要更多的鼓勵跟提倡 這個方向也得到我們這次文言記的整個認可 所以我們希望在活動裡面,多找一些 譬如說有報導文學或所謂非虛構寫作背景的作者或講者 幫我們來做對談,所以這個組合我們認為是非常特別的 而且是黃金組合,那各位他們兩個在裡面排演的過程中 心裡覺得哇,很興奮,很多好的這個 可能他們從來沒有講過內容,都會跟你們做一個分享 跟各位預告一下,因為我們鼓勵各位提問 所以最後20分鐘會提給各位提問 但我們這次文言記做了一個是前所未有創舉 叫做小詩紙交代,我們把季璇的詩,羅興的詩 還有幾位兒童文學作家的詩人作品,做成紙交代 我們每一位提問的聽眾,可以得到一群紙交代 各位可以認真聽,認真做筆記 然後最後提問時間可以踏躍地發問問我們兩位老師 我們這次最熱烈的掌聲,歡迎兩位老師 歡迎兩位老師 喂,大家好,我是房慧珍 然後謝謝文訊跟楊中煥的邀請 然後也非常興奮能夠跟楊索對談 就是之前本身也是他的讀者,就很喜歡讀他的三文 對,然後今天這邊要來談的就是 城市報導記史 那其實就,我自己本身我是先成為一個寫作者 後來才是一個記者,所以就是其實 觀看這個城市其實是有兩種不同的眼光跟方式 那我剛剛在裡面跟楊所談,其實就是 我覺得我們等一下第一階段可能會先比起談談 就是我們的小時候的,在台北的一個成長背景 對,就是其實,像這個地方是全新的嘛 我大概是前幾天吧,才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隨便亂走路 就是我在西門町看完電影 我就會選擇又走回家 就是通常都是會選 可能以前走過的路,後來都不會再走 所以我其實前幾天我剛好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尋著小男們 然後就從那個植物園的這個巷子走進來 那其實,其實這個時間已經蠻晚的 因為我看完電影大概已經遲一點多 但是就,我也會 然後這部分其實沒有 這個地區其實沒有什麼名家 因為他其實大家知道這邊都是一個 那個不愛特區,只是有很多便衣之類的 那就是,我覺得我對於這個城市的情感 或說這個城市的關係 就是,我覺得有一個最大的豁免的自由 就是我可以晚上十一、二點 或是一、兩點 我走在這個城市 而且是走進去任何一個暗巷都不會害怕 對,這個,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就是已經非常非常常年習慣這樣子 四處遊走 然後會走進各式各樣的小巷裡面 對,然後我先講一下我的成長背景 就是其實,我在台北出生 我是在,就是士林 我記得我以前出生的時候 那邊還是叫做士 我叫做還是台北的什麼士林鄉之類的 他其實還沒有納入台北裡面 所以我的身分證的第一個字是Y 就是其實非常的 就是跟其他的 如果在台北出生就是A1 其實不太一樣的 對,所以就是 大概小學二年級之後就搬到古亭 其實離這邊也沒有很遠 就是搬到古亭來 然後就 呃,再也沒有離開過 就是後來其實一直都是住在那邊 對,所以 呃,我會 就是其實那個小時候 呃,從士林那邊 因為我其實小時候對士林那邊還有 還有一些印象 就是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還有淡水線的火車 就是我 就是甚至還 雖然這樣子會透露自己的年齡 對,就是記得那個鐵軌 然後記得就是以前那個捷運下面 它是 它是 呃,一條河 然後河裡面有非常多的鴨子 就是 其實我是到很後來我才去看那個 有一個電影叫養鴨人家 就是其實你才 就是我才 呃,稍微就是看到一些自己 曾經在台北生活過的一個痕跡 對,然後當然那邊 那邊那個部分之後都 都填平了吧 捷彎曲子 呃,河道捷彎曲子之類的 可是後來我就跨過那個 可能就是,就是在台北 呃,台北市中心生活 然後 呃,我的父親其實是印尼華僑 就是他其實是 就是如果有讀過我的書的 呃,朋友其實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我非常多的寫作的呃,素材 或者是說呃,寫作的一個動機起源 其實都是因為我的父親 對,然後我父親是華僑 他其實是大學才來台灣演出 然後在呃,他後來就留下來工作 然後我媽媽是台灣 呃,是台中的客家人 他們就是,就後來就是定居在台北 一開始就是在建台那樣的一個 非常低窪的地方 就是,其實那邊以前有很多國宅 呃,就是 我記得以前看過 好像看過硝薩的一個小說 他其實有寫過一個 他有一個小說的題材 好像叫走過從前吧 就以前在副刊上有連載 就他那個題材就是,其實就是寫建台那邊 因為建台它是低窪地區嘛 那邊的一個國宅 所以以前住在那邊的人 其實都是比較外來的人 就是他可能是呃,中南部上來的 或者是像我父親這樣子的 他其實是一個異鄉人 對,他其實是一個 我一直不曉得要怎麼樣去定位 呃,我的家庭 因為就是看起來會很像外省人 就是因為我們在家裡都講國語 對,然後就是祖籍在廣東 但是又不是外省人 他其實是一種更是一種 就像黃景樹講的 這種南洋的華僑 他好像是一種遲到的移民 對,就是遲到的移民 更沒有那種說話權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是在那個 建台那個低窪的地區 然後後來就搬到呃,台北市中心 就是呃,其實那個時候搬到台北市中心 呃,就是是我媽媽堅持的 因為他就覺得說那個地方學區非常好 其實就是這個地帶啊 像北女啊,建宗,台大師大 都在這個地帶 他就覺得說我們搬到這邊 就是好像這種文照氣息比較浓厚 對,但是後來雖然搬到市中心 但是我始終覺得我們家就是很像一個孤島 就是漂浮在水上的一個孤島 他其實蠻像我 呃,我有一本書叫做《河流》 就是裡面有一張照片 就是我是去拍那個台北橋下面 就是台北,要去新北市 都會經過橋樑 他上面就有一些那個河川衝擊出來的福島 就是呃,他其實不接任何一邊的那個 呃,陸地 他就是,就是那個 呃,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人好像會在上面種東西 反正有需要滑那個小船過去 對,那我就是都 我一直覺得說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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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孤島就是那個河面上的福島 的處境其實非常像我的家庭 就是,是一個 呃,雖然是在這個城市呃,出生 長大求學工作 但是你其實就是你其實跟這個城市非常近 但是你其實知道說你其實是呃,呃 就是你其實還是一個異鄉人 然後你其實還是呃,就是有一種格格不 呃,說不出來的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 對,所以就是 就是像那個在,他其實距離城市非常近 就他其實完全不是什麼那種什麼魯賓遜 呃,可能在什麼南太平洋的那種那種真正意義上的 的孤島 他其實是一個離城市非常近的 但是你其實兩邊的陸地都不接的這樣一個 一個孤島 對,所以就是我覺得可能是 就是因為剛剛其實有跟楊左討論過 就是可能是這樣的一個非典型的 就其實呃,雖然生長在台北 但是呃,然後也很熟悉台北的呃,呃,任何的一切事物 但是其實就是說呃,就是 就是你始終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方式 能夠跟這個城市非常呃,非常有一種歸屬感的感覺 對,所以呃,就會變成說就是會很 呃,因為像我自己讀書的時間其實非常的長 就是呃,我其實呃,大學加上碩士博士就是念書 所以其實呃,我覺得也因為念書的時間非常久 所以那種無所事事的 所以,就是像前陣子有一個新聞事件 那個那個殺小女孩的兇手 大家說他31歲呃,啃老族 就是會用這樣的方式去批判他之類的 其實那個時候我很想跳出來說 我是37歲才出來工作 我37歲以前都在啃老 但是以前的時空 我所謂這個以前可能只是類似四五年前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呃,現在的在這樣的新聞媒體 或是什麼樣的這個時間有種加速前進的感覺 就是大概還是在四五年前或七八年前 就是我覺得呃,這個城市或者是呃,這個時空能 能讓我有一個餘裕就是讓我37歲呃,之前的生活可能都是呃,日夜顛倒 然後我可以呃,就是情緒上初天新的漫遊者一樣 我可以用我的腳步去丈量這個城市 去認識這個城市 去拓映這個城市 對,然後就是 就是學會就是愛拿不拿的 然後大量的時間去看非常多的賢書 然後看非常多的呃,電影 然後聽非常多的音樂 就是就是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有點像夏末數十的小說裡面 常常會寫到的一種高等遊民的形象 就是他其實是呃,就是就是精神的生活非常的富足 但是他其實就是一個廢人 他沒有做任何事情 對,但是如果把那個時空的我移到現在 哦,有這樣的一些社會事件 我覺得我應該就會開始被 就是會被批判了說,呃,就是對 你怎麼可以啃老呢?那你可能是 是有這種危險性的 然後我們要積壓你 預防性積壓你之類的 對,但是 就是,就是說 呃,我覺得 不管是我的家庭 或者是我自己的一個成長經歷 我一直非常試圖 要去掙脫整個的 呃,就是這個社會 呃,給我們的定位 或者是說給我們的一個價值 或是,或是一個身份 就是說你到底是呃,本省人 還是外省人 但是,有時候第三種選擇 對,就是 我其實是一個 既不是本省人 也不是外省人的一種 就是,也是來到台北市的一個移民 對 好,那我先講到這邊 接下來換陽所 我大概要久一點 可以嗎? 可以 那個 我跟慧珍喔 兩個就是 我就在聊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兩個應該都算 就是所謂的鬼台北人 假台北人 怎麼講 他的那個父親是印尼華僑 然後因為還台北讀大學 那洛湖在這邊 所以他身在這裡 那我的父親 他是生長在那個 雲林的一個二輪鄉 二輪鄉一個叫 平亞島 彼此頭 一個走水溪潭的地方 那就是在戰後的那種 農村凋零 大家都覺得 百貨錢贏錢 想要來台北賺錢 這樣的一個 島內移民 所以 所以我身在萬華 那個萬華就是 台唐古 就名叫日本時代叫 古剛町的一個地方 這樣子 那生下來之後搬到永和 我在永和 住到了我的青春期 那我記得很小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 大概可怕是七八歲左右吧 我們家離那個永和的 那個河堤很近 那我祖母常常早上 會帶著我到河邊去洗衣服 那那個年代 大家就可以知道我的年齡了 那個時候還看得到百度 百度是要到公館那個地方 那我記得我小學好像一年級的時候 還曾經做過那個 萬新縣 一個分線 從萬華到新店 分線 我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去看壁坦大橋 壁坦大橋這樣 然後我記得我常常在河堤 我從我們家的那個河堤 看到對岸 剛好大概就在 童安間的附近 有一座廟 那個廟的墓頂 有一尊那個 觀音菩薩 然後外面披著一個白袍 所以就有時候在風中 就看到一個觀音菩薩 那那個桃子這樣抖不動 然後我還沒有過橋 那橋那邊不知道是什麼世界 變成我很嚮往的一件事情 那我父親剛來台北的時候 剛來台北的時候 因為這時候沒有工作做 那他跟很多剛落腳的人一樣 都到那個台北大橋下面 他們每天會有人在找那個 要去做小工啊 做那個出工 他在那邊等那個 等工作 然後我記得就是我小時候 我很小的時候 我鄉下 我們家好像是一個 一個過那個中繼站一樣 我很多的表哥表姐 他們都來到台北 然後他們沒有處落腳 他們就是住在我家 然後開始去找工作 去找什麼 學烘焙 學做麵包 學那個做黑手 做機械 那各位可能有看到 那個劉克香先生寫過的一篇文章嗎 他講說 他講那個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這個 這個城市中很重要的一個交通樞紐 他說對很多南部來的人 那個台北車站有兩個門面 一個是前門 一個是後門 那如果說是考上大學的 或考上那個公務人員考試的 他們來到台北 他們就往前門走 他們走向前門 他們的人生是璀璨的 然後很多鄉下的人來的時候 他們是他們是從後門出去 後火車站 接那個華陰街 那個太原路啊 往圓環那方向 他們往雙連那邊有很多 做黑手的 做护塞亞的那個地方 那也許他們的人生就一輩子 是被遇現在某個階級裡面 那我覺得這很有意思 那像如果講到那個台北車站的話 那個後果車站 就會讓我聯想到那個莫納能 各位如果有看過那個莫納能的字述 他說他當初是那個 他是那個原住民 那到了台北想要找工作 被那個白浪 所謂白浪就是漢人 那個被騙 在那個後果車站很多介紹所 現在可能消失了 可是我們小時候那邊很多介紹所 介紹各種工作 那你從後果車站一踏出去 就馬上一堆人抓著你 所以他幫你介紹工作 然後那個莫納能就是被騙到一個 好像是那個不見天日的地方 身分證被沒收了 等於被虐待了在那邊工作 那為我自己來講 我讀到這個其實我有一種 蠻熟悉的感覺 雖然我的過往沒有像他那麼悲慘 可是因為家庭的關係 所以我在國中畢業之後 我就離開家裡去找工作謀生了 當時我記得我在永和國中畢業的時候 因為我雖然考上學校 可是沒有讀書的希望 我記得那整個夏天 我都在我們永和的一家銀行 華南銀行裡面 看報紙 看那個分類廣告 然後各位連分類廣告 在我們的社會也已經崛西了 然後我就在從那個分類廣告 那麼小一個 十個字裡面 我要去判斷說我的未來在哪裡 我要看說我是要找什麼樣工作 我是要當女工還是要當女優 那時候我好想要當小妹 辦公室小妹 可是小妹我沒辦法當 因為小妹都說要什麼 你是高中生 辦公半讀 我居然連做個小妹的資格都沒有 這樣子 從小時候望著台北 也不知道台北是什麼樣子 然後猛然就衝到台北去了 去開始我的工作了 那我第一個工作在那個 中央新村的一個 老立委的家裡做事 那第二個工作在 中校本部三段 200X氣象 那是那個國大建設 蓋了一批最新型的公寓 台北廣告是最早的那種公寓 在當時我居然還看得到東華南路 那邊那個柳公郡的出口有水溝 還居然有一點點的那個小小的 有菜田 你可以想像說東區 有菜田是什麼樣的 一些情狀這樣子 剛剛那個阿韻講到淡水線 我其實覺得感受蠻深的 就是說我也曾經在那個 竹圍的一家工廠 一個電子工廠叫凱普 我在那邊做女工 那在那邊做女工 然後平常如果放假的話 就是做淡水線回台北 淡水的火車回台北 不然的話就是做那個指南無路 指南無路可以到永和 但是要晃很久這樣子 那其實那個十五六歲 十四十五歲 其實是一個人是最敏銳 然後我覺得那個心智開始薄發 然後對那個外界的那個感受很強烈的一個年齡 同時也是非常渴望吸收知識的一個年齡 可是我在那個年紀 因為環境的關係 我就休學了 所以我跟阿韻很不一樣的是說 他到三十七歲才開始工作 那我是十五歲的時候就工作 但是其實更早 我在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我記得國中一年級 我白天在學校上課 我國中一年級還做兩個工作 我每天去上學的時候 我們那個學校訓導處給我一個工作 是掃那個辦公室 然後老師來監督老師簽到 我監督老師永會簽到 老師遲到不能讓他簽這樣 然後到了那個下課之後 我還知道那個復興商工對面 有個聯合電子工廠打工 做到可能晚上大概十點 十點半才回家 那其實一支 我從小一直沒有停止工作 因為我附近是一個攤販 在市場賣東西 在市場外圍賣東西 以後又在夜市賣東西 所以我爸爸做什麼工作 我就跟著做什麼工作 甚至蠻打拼的這樣子 那對我來講就是說 我並沒有像那個 阿育跟我所了解的那種 班雅民的那種 都市的漫遊者 那好像隨時在享受那個 行動的樂趣 從那個人群啊 人群啊 建築啊 景物裡面 去尋找一種詩意 那我記得就是說 我記得我每次在那個 灘水的那個工廠 我在灘水的那個工廠 晚上那個還做夜班 那做完夜班之後很累 可是我那個那時候我記得 就很多讀夜校的那個同事都回來的 我們好像是六人一間的一個宿舍 那我就沒有辦法跟他們坐在那邊 好像聊死了 其實我也是非常非常孤僻的 自我孤立的 環境已經把我排斥出去的 我還自我孤立 這種人真的去死好了 那我記得就是說 我那個下班之後 上完夜班之後 我就會到頂樓 然後到頂樓 那時候就可以看到那個淡海 可以看到那個淡海那時候有那種漁船 晚上還在鼓勞 所以會有燈 還有可能就看到就是 末班車 末班的那個火車 就從那個可能從台北方向 往淡水開過來 那時候可以看到他那個 車前燈一直往前往前 這樣子這樣過來 那那個時候我就感覺到說 我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因為我好像已經離家一段時間 然後跟家庭的關係也很緊張 所以我對我父母有很多的一種不滿 或者甚至是怨恨 所以我也不會想他們 那我也沒有特別去想我弟弟妹妹 那所有人都離我很遠 好像我覺得我是一種 一種也可以講很孤獨的一個存在 很孤獨的一個存在 然後阿喻剛剛講的那種孤島的感受 其實我很理解 我理解的原因就是說 我意識到我們家其實就像一座孤島 在台北的孤島 雖然我們有兩個叔叔 住在我們附近 可是叔叔跟附近好像也沒有特別往來 走裡之間可能有問題 那因為貧窮 因為貧窮 好像我們這個家裡很少有訪客 偶爾偶爾 幾乎沒有訪客 然後我們幾乎沒有跟鄰居有什麼來往 然後在家裡的過程 常常就是人家來按門鈴 是那個房東來要房租 所以我們也很怕被按門鈴 可能好像那時候也沒能鈴 就直接門沒敲就跑進來這樣子 那種就是說 到我可能要到很多年之後 我才去回想到說 其實我父親 他一直渴望好像台北是一個 是他發財夢的一個地方 那他要來這邊 他覺得來這邊之後 他就有那個類似說 全人可以穿金子一樣 我父親離開家鄉的時候 他還發誓說 如果他沒有發財他不回去 我爸爸信守的諾言 他今年85歲了 他還沒有回過他的家鄉 他還沒有 反而我回去兩次了 他沒有回去 那我自己 我自己在一個成長的過程裡面 就是離開學校 他媽很孤獨的生存的一種時候 包括說 我記得我在那個中校公路 那個人家裡面工作的工作 然後每天的那個 每天的那個 做女優的工作很特別 就是說 做女優的工作 他其實不只是體力勞動 他還包括情感勞動 所謂的情感勞動 就是說 這一家人 他跟你 你每天跟他們 二十四小時幾乎在一起的 可是 你不是他們的家人 然後 女主人可以對你發脾氣 你不能對他發脾氣 除非你不幹 對他好像也不好意思發脾氣 這樣 那我是唯一跟莫娜男很像 說如果我去做女優 一件事就是 我女主人會把我的身分證拿走 到我離開的時候 他們才會還給我 就是一種 怕你會給他們偷東西 或幹什麼這樣子 其實現在的那個外勞還是一樣 外勇到一個人家裡做事 他所有政見主人也是給他沒收的 我記得就是說 在那個年齡 在那個年齡 我覺得說 我是一種非常 非常非常的加倍的 對知識的一種飢渴 這個變成我以後的一個病症一樣 所以他甚至就是說 我跟我的同學都分開了 然後他們都去讀很好的學校 考上北俄女 那我很清楚意識到說 我的人生的路 可能就跟他們就此疊過 完全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在中校東路那一家人家做事的時候 常常我記得我每天傍晚 大概下午四點多五點 我在那個後陽台跟收衣服 然後附近的那個淮生國中 他們整點的那個鐘聲就響了 那個整點的鐘聲響了特別久 我記得我每每就是 我每每在那個時刻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的暢往 非常的失落 好像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誰 我偶爾放假的時候 我放假的時候 我非常花很多時間 跑到重慶南溫山端的那個樹墊 或者是到那個 到那個純文學書 就在這附近 一段附近 原來一個純文學書 在那樣看樹 然後 我對那個知識 我對文學 好像就有特別強烈的一個渴望 在我那樣的一個年代 在台北的那個藝文活動比較少 可是我記得那個南亞入美新處 就常會有一些藝術的展覽 還會有新詩朗誦會 那我也曾經去那邊 還有那個我記得馬桑格蘭姆 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林懷銘幫他在那邊做了一個介紹會 我還到那邊去看 所以我是用 我等於是用一種離群 離開了一個群體 然後單獨飛翔 過早的飛翔 那時候翅膀可能都還不夠硬 所以我也摔得很深 那在這個城市裡面 在我漂流的一個過程 我到大概二十幾歲 我是很幸運的在解園報徑開放 那我很勇敢的去考中時晚報考上了 那我的人生變成有一個轉折 可是在那麼之前的漫長的時間 我可能我做過了非常多的工作 我剛剛講的女優女工 還有當那個餐廳小妹 我去那個當售貨員 當那個嬰兒用品店的售貨員 我也曾經在公館 我去五分補批那個外套 然後在公館的路邊 叫賣那個外套 那這個城市 從永和到台北 這個城市 我等於用我的人生早期 是用體力勞動的方式 去認識這個城市的很多角落 而且有很多很多已經消失的角落 包括我在西門町當小妹的時候 中華路上繁華的中華商場 中華商場 那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 甚至後來讀高中的同學 女孩子 他們想要漂亮一點 跟別人都不一樣 他們就會到中華商場 男生把卡其褲的藏物 改得好像褲腳寬一點 女生把裙子改得短一點 那邊有好多好多好多東西 很有意思的是說 在我們十四五歲的時候 那時候的社會當然是比較 那個社會是一個比較壓抑 比較保守的社會 譬如說所謂的北邀建中這些學生 高中生 他們又要傳情 又沒有辦法接觸 然後我記得在國軍文藝中心旁邊那個巷子 民國大概六十年中的時候 就冒出一堆叫蜜豆冰 蜜豆冰 然後這種我也跟同學去過 就是男女女高中生 大家都一定要去吃一碗蜜豆冰 事實上是因為吃蜜豆冰的時候 那個桌子小小的 然後幾乎你可以跟不認識的男生 腳碰腳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的 彼此可以看到對方的學號 或者趁機傳個紙條也不一定 然後整個蜜豆冰的那個 冰果殿裡面 就通常一種青春的一種 或那個荷爾蒙過剩的那種 雌激素荷爾蒙過剩的那種情調 那這是有別於 有別於那個 譬如說四五十五五十六歲的 那個中年男女 中晚年男女 或者說二三十歲的人 他們到那個什麼白馬咖啡屋 或到哪裡 所以那時候在整個台北 其實那個版圖是很清楚的 那種十五六歲是蜜豆冰的 然後有的是摸摸茶 或是那種火車卡座的那種咖啡屋 那種還有做黑的 或等等的 那在這樣的一個認識程式過程 我自己覺得說 這個有別於那種類似布爾喬雅的一種 漫遊的一個目光 這個我想是可能比較接近底層的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兩個看到了很多 我們兩個不同年齡 然後不同背景 可是我們看到很多都市的一個暗面 我舉個例子來講很有意思 我在讀那個阿韻的書的時候看到說 我們兩個都在百貨公司賣過東西 然後去感受那種百貨公司那種 好像那種人造光線 那人在裡面變得是一種很機械性的一個存在 所以雖然我們有 我們有像也有不像的地方這樣子 那阿韻不知道怎麼開始對所謂的 就是其實剛剛楊所講到的 有一個部分我覺得是跟我非常像的 你說就是因為家裡貧窮 所以非常少訪客也跟鄰居沒有往來 那其實就是我們家就是又是另外一種情況 就是因為我父親是華僑一個人在台灣 所以他非常沒有安全感 所以他其實幾乎是結婚之後 他就不准我媽媽出去工作 然後也也不太讓讓我們家 就是跟我媽媽家裡面親戚有過多的往來 所以我們每年 因為我爸之前在航空公司工作 就是都可以拿到免費的機票 所以每年他都是帶著我們去東南亞 就是其實也不一定回他的家鄉 可能也是去泰國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都是用那種非常貧窮旅行的方式 就是我們一定沒有跟團 然後住非常破爛的旅社 就是那個洗澡都要在外面 然後我印象裡就是每次去洗澡就有很多印度人 對然後就是也絕對不可能去坐計程車之類的 就是一定要就是在可能曼谷的什麼大街上等公車 然後天氣非常非常的熱 所以就是我覺得當然是後來比較懂事去理解 會覺得那個是父親的鄉愁 但的確那時候在台北他把我們所有的聯繫都切斷 就是其實跟鄰居也沒有什麼往來 然後後來我舅舅搬到台北來之後 就是他也是來工作 然後我媽有時候去找他的時候 我記得大概只要過了晚上九點 我爸就會叫我去打那通電話 就是他叫我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手機嘛 都要打電話 他叫我打電話叫我媽媽回來 就是其實打那個電話是非常非常非常怪異的 就是晚上九點也不是什麼多晚的時間 而且因為我覺得我家非常的近 跟我們家就在同一條街上 但是我爸爸他就會有那一種 極度的不安全感 他就覺得說家人都是要綁在身邊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是我們家雖然好像看起來是一個 看似中產階級的一個家庭 但是其實就 就是從小也 像我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社交的機會 然後看到親戚都非常的害怕 所以剛剛楊索講的就是說 因為我媽後來我比較大的一點 我媽媽就是 我媽就是去百貨公司工作 就是去賣鞋子 然後我大概高中或是大學 那時候有時候就會去幫忙 所以那時候其實 我記得我高中的時候第一次去 那時候好像是在紅圓百貨 然後就是在小巨蛋旁邊 那邊以前以前一個紅圓百貨 就是在那個在那邊 就算他是一個花車賣鞋子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天其實是 一開始就是極度恐慌 就是我完全不曉得要怎麼跟陌生人推銷 然後打 因為我想我跟那種楊索 他是一個家裡做生意長大的小孩 或是跟陳雪 就是另外一個小說家陳雪 他需要小時候要不要推上那個 有那種高腳底要推上去叫賣衣服 對就是其實 我覺得 就是如果說對我人生最大的考驗 可能就是那樣子 對但是我 就是那樣子我是絕對不敢 但是在百貨公司裡面 就是那感覺是一個 比較 我覺得他相對還沒有跟 就是還沒有那麼 那麼表演的感覺 就是因為你那種去叫賣 就是要有各種 因為我後來覺得那個其實就是 屬於小販的智慧 或是他們的一種演出 你要有各種的那種 那種 聲槍 因為我後來我很喜歡去旺華 看那邊有一個 就是他那個夜市走到底 他有一攤叫賣的 就是好像在一個什麼 全聯福利中心前面 他就是 就是一個男生 他後面買了滿滿的玩具 然後他就是會把一個玩具拿出來 然後他的手裡就有一把那個尺 他就開始拍 然後就說 然後他想的那個詞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生動鮮活 我其實非常非常喜歡聽那樣的東西 但是我也知道說 那樣的東西其實是存在一個 庶民的這種民間的智慧 這種是就像我這樣的個性 或是像我的這樣的家庭 我永遠不可能會學會那樣的東西 所以一開始去百貨公司賣東西 我簡直就是恐慌到幾點 包括我沒有辦法跟 開口去跟過客講 欸這個你來看一下 這個在特價什麼之類的 然後也包括說我沒有辦法去 跟其他的百貨公司的小姐 有怎麼樣的 去跟他們什麼社交之類的 我覺得有點像楊索剛剛講說 他可能去工廠做工 可是他其實就是還是自己一個人 非常便扭的在那裡 就好像一個孤女一樣 對那其實我那時候也是這樣的心情 所以就是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我在 我之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 會是記者 因為記者 其實你需要有膽識 你需要一直去跟 你需要 欸 喂喂喂 你需要一直去跟陌生人講話 你需要去拉雷 其實這裡我真的非常佩服央索 因為我雖然沒有跟他 我雖然沒有跟他一起 雖然沒有跟他一起工作過 但是因為之前有同事 我有那個攝影的同事 跟楊索一起工作 他們每一個跟他工作回來 都是大為嘆服說 楊索是他們遇獲最厲害的記者 就是最能夠去 讓那個受訪者卸下心防 然後願意跟他講一些什麼 對所以我 就是以我這樣的成長過程 如果是照原來的劇本 很琐寫 我可能就是拿到 讀書不要讀那麼久 可能在金融海校之前 就可以拿到博士 然後去大學教書 然後其實在大學教書 做研究 他也不太需要跟人 有什麼過多的接觸 因為就是在一個 象牙塔 一個非常安全 甚至有點像 沒有任何細菌的一個環境裡面 就是一邊做你的研究就好了 對但是我就是沒有照那套劇本系 我就是後來就是來當了記者 對沒有這個是後話 但是就是我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跟楊索 我們兩個其實成長 其實包括階級 因為我後來發覺其實很多事情 看事情的眼光 或是你甚至是你對於一個實事的態度 你覺得要不要廢除死心 對這樣一個實事的態度 他其實很多的部分都是因為階級 因為你的教育 你的家庭 各種各方面的 那我其實就去想說 我跟楊索這麼的不同 但是其實我們 往往會看到很類似的東西 其實我就講一個 我之前 前陣子在街上碰到的一個事情 的這樣一個例子 我記得大概就是上個月吧 有一次大概也是晚上10點 對我在古亭的附近 古亭就是 就其實離這邊也不遠 師大那一帶 然後我就 就是被一個男子 被一個陌生男子叫住 我不曉得為什麼 其實我在路上 常常會變成人家會來跟我問路 我不曉得可能是我 看起來是比較和善嗎 還是看起來比較無害 就是有一個陌生男子來跟我問路 然後他就問我說 壁台要怎麼去 要怎麼走 你知道我真的真的是嚇到 我就想說 這個是什麼樣的時空 這個好像是 你要回推到三四十年前 有人他要用走路的去壁台 他要從古亭 那時候已經晚上10點 他跟我說他要走去壁台 然後我其實一開始沒有反應過來 我只是覺得有點怪 我就說你要走路去嗎 他就說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就是我只能夠隨便指一個方向 我就指往公館的那個方向 我就說你要一直直直去 但是因為其實我也沒有走路去壁台 我其實下次可以試試看 就是走路去壁台 你可能過了公館那邊之後 還是有一些什麼岔路或心電那邊 那個路還是有點複雜 他不是他不是像比較台北市區的路 就是一條直直的就可以去了 然後 對 然後他就 就是 呃 那但是 但是其實就是 因為 呃那天 也很晚了 雖然 雖然在晚了 在那個施大那邊 直接路上還是有些人 但是就是基於一種 就是這種城市人的這種冷漠 其實就想說我已經指給他方向了 那可能我就可以跟他奔到揚鑣了 但是後來我又停下來 就是他繼續往前走 就在背後看他 其實我本來想要跟蹤他 就是像 就是像我最近在又重新拿那個 普特萊爾的巴黎的憂鬱出來看 就是發覺 普特萊爾是那個大概 18 呃就是19世紀的作者 189幾年的作者 對 但是他那時候已經會跟蹤一些 他也是會在巴黎賣游 他會在街上跟蹤一些 看起來比較機靈人的 對那其實我就是 本來有點想跟蹤 我就在背後跟了他一陣子 我就發覺他其實就 他走路的那個角度非常的慢 有一種 但是他其實並不是那種 肢體不方便怎樣 你會覺得說他應該是走了很久的路 長途跋涉 他不知道走了多久 他才走到古屏這個地方 然後他又繼續走到壁潭 所以我其實後來我就去把他 就是又去拍拍他的肩膀 就是就跟他聊了 試圖想跟他聊一下 其實這個也是我當記者之後 才會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以前頂多就是跟蹤他 看能夠走到哪裡 算哪裡 對他就跟我說他來自雲林口湖湘 對就是跟楊索一樣同樣來自雲林 那我其實常常懷疑他是從雲林走上來 因為他其實 就是你會感覺到說 他的那種 他當然就是跟我說他從台北車走過來 但是我就是我看他的樣子 包括他其實就 他當然穿的是比較深色的衣服 我記得他穿了一個黑色的那種皮的 但是那個皮的紙皮衣的質料並不是太好 像那種塑膠皮 然後一個黑色的那種褲子 就全身黑的 然後又是晚上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你後來仔細觀察他 才稍微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那種樣子 其實蠻像他在路上已經跋涉很久了 他走到這裡來 然後後來我又注意到 他全身上下沒有任何的 所謂的行李包袱 這種東西是沒有的 我就只有看到他的 他的那個褲子的後面的口袋 插了一隻免洗塊 所以我不曉得為什麼那個免洗塊 就成為 就像羅蘭巴特 就是法國的一個哲學家 他在講那個攝影講照片 他說你都會在那個照片裡面有一樣 他可能不是最主要的細節 可是他就會整個 攫取你的眼光 那時候攫取我的眼光 就是他的那個免洗塊 我就想像說他其實 這樣子一路走上來 可能也沒有錢 或者是沒有什麼樣的 沒有地方住 可能就是要隨便住在路邊 那可能他能夠仰賴的 可能真的就只有陌生人的善意 然後我就看到了那隻免洗塊 就可能是有人就是拿了什麼東西給他吃 或者是他 就是感覺也有人家帶了一個免洗塊 就上路了這樣的感覺 對 所以其實我後來 但是 所以我後來其實我就是有稍微比較切入一點 我就說 就是這麼晚了 然後你可能走過去可能也要 我想可能也要兩三個小時 所以我後來我就帶他去做捷運 但是我後來帶他去做捷運的時候 他又跟我說 他不要坐到新店 他說他要坐到南市角 然後 我大概是幫他買了南市角的票 但是我就跟他說 你不是本來要走到新店嗎 他就跟我說他要走到新店 然後翻過一個山頭到南市角 對 但是我 因為他跟我講的那種認真的態度 就讓我覺得他並不是在騙我 是他以前的確這樣子走過 後來我就是 因為你知道在那種捷運 然後 師大這邊的捷運 就是 因為我後來我帶他去做 就是你會覺得 就是因為你進入到捷運 突然就有那個亮光 然後 可能附近都是一些 也不能說衣著光鮮 可能衣著就是像在場我們這樣的 就是至少看起來就乾乾淨淨的人 就突然就覺得說 他從那個黑暗的街道 進入到捷運裡面 就是有一種非常 更格格不入的感覺 就是他彷彿他身上的氣味 他的狼狈 他的這一種 好像足以被辨識出來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正常的 他並不是像我們一樣的 這樣一種文明的都市人 會被辨識出來 所以我其實後來就 陪他等捷運 因為我隱隱覺得 我在旁邊跟他講話 其實附近的人 比較不會對他同意異樣的眼光 覺得說你可能是個 什麼 什麼隨機殺人犯 或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後來我就是在陪他等捷運的過程 又跟他聊了一陣子 才發覺他其實並不是第一次上台北來 他說他以前 大概也是在二三十年前 或更久以前 他其實早就來台北 有曾經在台北工作 他就說他那時候在什麼 三重的家具工廠 他是做家具的 可能就是那種一般的工人 然後他說後來那個老闆可能家具工廠 外移到國外去 然後他 他就是沒有工作 他就是又 是才回到余林口湖 所以他是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 所以我相信可能的確是在 二三十年前或更久以前 他的確是 都是走到壁壇 然後在翻過一個山頭去南市角 因為他說南市角那邊有了他的好兄弟 就是他其實 就是他那個好弟兄 他其實並不曉得說 就是可以有其他的什麼樣的交通方式 所以我覺得就是那個晚上遇到那個人 我覺得是瞬間有一種 就是把我稍微帶離 總是在台北這樣的一個都會城市 就是我剛剛有講過一種加速前進的時間感 就是在這個加速前進的時間感 你好像覺得說 呃 就是就我而言 我覺得的確對我而言 我可能去一些其他的城市 像可能我去香港 我去東京 或甚至我去倫敦 我去柏林 對就是是可以無縫接軌的 因為他都有非常相向的 跟你這個城市同樣的配備 第一他一定會有大眾 非常便捷的大大眾交通工具 就是會有地鐵之類的 這樣的東西 所以就會讓你覺得 這些城市反而是 對我而言是比較熟悉的 但是我回家我就去 我就是真的有特別去查了一下 口服這個地方 其實就後來後來看了一個紀錄片 就是有一個年輕的導演 紀錄片導演叫黃信堯 他有拍過一個口服的紀錄片 就叫戴水雲 他其實那個片子拍的非常的美 但是就是他其實 口服那個地方是一個嚴重的 地層下陷的地方 好像前幾年有一個電影 叫紅鳥來的地方 就是也是一個作家 蔡銀娟 就是一個得 他後來去拍電影 他拍的一個地方 對 他那個取景就是在雲林口 就是那邊因為可能養殖業 然後那個地層的嚴重下限 所以後來那邊的人 就是其實就會 我覺得就會很像那種 有一個小說叫做童韋格 他筆下的這種偏鄉的 就是一種雞人 雞林人 就是他其實 他在那裡也沒有任何可能的 但是他一回到台北 他想要來台北找工作 其實在這個時代是更不可能的 可能在陽所 就是他父母上來那個時代 還有可能的 但是在這個時代是更沒有可能 所以他其實就是飄蕩在 在這樣的一個 就是他偶然就是這樣子來到台北 然後我就是覺得說 我碰到這個人好像是 就是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 我從來都沒有去過口湖 其實我有一次半夜也是在路上 碰到一個人 他跟我說他要回六塊錯 六塊錯好像 因為我後來有上網去查 他好像是在屏東還是高雄 那邊有一個南迴會經過的一個地方 就是一個地名 他就是他也是晚到十一點 他就是把我攔下來 他就說我要回六塊錯 你可不可以借我錢 我要去搭火車 但是那個人其實看起來 就是有點有點怪的樣子 他就是 他就說他那個打公共電話 他的錢包放在電話上面 然後他就他就整個就回去看 那個錢包就沒有了 當然那個 那個我也是第一個時間想說 現在還有人在打公共電話嗎 但是這個當然也是一種都市人 或者是一個什麼樣的 比較有資源的人 人的一種 的一種傲慢 我覺得就是像 小說家黃錦樹 他也沒有手機啊 他說他常來台北 就是也是常要找公共電話 而且因為他穿的 就是其實就真的很像一個 呃 他穿的非常的樸素 然後那個衣服都舊就好 好像還有這個泥土在上面 所以你看到他 你絕對不會覺得 他是一個大學教授 不會覺得他是济南大學的教授 你會覺得他的那個鄉下人 然後他就是上來那個找不到公共電話 覺得他是一個怪人 對但是就是這個人 就待會兒不能用這樣去評判他 但是因為那時候真的蠻晚的 我又很 其實我有點害怕說 我真的拿出 我當然也真的不建議說 給他兩三百塊 但是我真的很怕說 我拿出錢包來之後 因為街上之後 我跟他兩個人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後來我就跟他 我就建議他去警察局 我就說 那麼晚其實 你去火車站 你也不可能買到車票 就說你去警察局 去那邊那個休息 然後其實警察會幫助你 但是後來那個人 他就非常的不高興 就是就是 從這邊就可以知道說 他是一個騙子 對但是就我會覺得說這種 你看剛剛一個雲林口湖 然後一個可能是高雄 還是屏東的六塊座 就這個地名 我是我從來沒有 這種六塊座 我其實之前從來沒有出現 曾經出現在我的世界裡面 對我就是會覺得 在就是 這些地方我也從來 不曉得要如何去抵達 我覺得這種抵達一種當然是 實質上的 就是我連要怎麼樣去坐車到那個地方 我都不曉得 我可能延價航空買了 我馬上就可以飛東京 我完全網路上Google一下 我都可以知道要怎麼 怎麼搭車之類的 但是這個地方我不知道怎麼抵達 然後我覺得這個遲值抵達 它也包括一種心靈上的抵達 就是我從來沒有去了解這個地方的人 這個地方的人不管他們留在原鄉 或是上來台北 或上來任何的大都市高雄台中 我永遠不曉得他們的生存在哪 在怎麼樣的一個角落 所以某部分到我在 就是前一兩年看到陽所的書寫的時候 我其實會非常的感謝有他這樣的書寫者 因為他這樣的書寫者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就是當然會寫作的人很多 我說像我這樣的寫作者 或像我這樣子的出生的寫作者 可能家裡就是中產階級 然後可能就是至少有個大學畢業之類的 對 更不要說可能還有更多是研究所 或是他是博士 或者他就是一個在大陸裡教書的 就像我這樣 應該說台灣的這個文藝的環境的養成過程當中 像我這樣的寫作者其實太多太多了 但是我們可能就是 所以它其實呈現在散文上面 它可能就是都是一種比較抒情性的散文 可能我在少女的時代我就寫寫我的戀情 我嫁為人父之後我就寫寫我的孩子 然後可能之後寫寫寫寫 就是就會有很大量類似這樣的類型的 但是就是從來沒有好好來寫我的社會 所以但是我看到陽所的書寫的時候 我其實就馬上想到就是馬格麗的艾特伍 他有一本書 與死者協商 他說有一類的寫作者像是從地獄回來報信的人 其實這個標題我之前有把它用在我的 最近的一個報導裡面 就是從地獄回來報信的人 我覺得陽所就像這樣的角色 因為像他這樣子的太多的被碾壓在 被那個巨大的輪子 不管是進步都市什麼文明各種巨大的輪子 碾壓在底下 其實沒有幾個人是能夠回得來 然後有這樣的能力 我覺得至少是有拿筆書寫的能力 其實有些人他們可能連為自己言說的能力都沒有 所以就是這樣的東西把它留下來 因為其實像我 我非常喜歡看一些在路邊擺攤賣東西的人 就是像我河流裡面其實有一篇專門在寫冷潭 就是那種生意非常清冷 然後那種不曉得這樣的擺攤人 他們要怎麼樣在路上度過一天的這樣的人 就是我後來在陽所的書寫裡面 我就看到這樣的人其實就是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可能就是還 就是可能現在 就是可能都已經七十幾歲 但是還需要在市民夜市 在路上擺攤 然後可能警察隨時要來取地 然後可能路過的人愛買不買 就是那種人情冷暖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就是陽所的書寫 他其實某部分讓我看到這一些 我覺得其實我也有看到 但是我總是隔著一段距離 就有點像這些人 他們都是在那個河的對岸 我都是隔著一段距離去看 但是我永遠沒有辦法 就是像這麼整個深入其中的人 然後他在掙扎著出來告訴我們一些事情 其實阿育講到很多重點 關於我那個六戰的當記者的能力 並沒有那麼高 大家不要誤信 我覺得每一次的那個採訪 我以前常被這個採訪的人寫過困擾 我記得我曾經 我們中國時報那個光景很好的時候 有個版標深度報導版 一個記者寫一整個版 那我還記得我文章寫不出來的時候 曾經晚上整個編輯部都三四百人都走光了 那我一個人在那個辦公室的一角 然後睜著眼睛這樣熬夜 掙扎到天亮 那個寫一寫 永遠那個導演就寫不好 寫一寫就丟垃圾桶 垃圾桶都丟到那種旁邊都氾濫了 所以真的是當我離開記者生涯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很深刻的解脫 而且那個解脫還不只是說 一個工作壓力的解脫 還包括精神上的 因為我剛剛講過說 我是國中畢業 那我去考中時晚報的時候 我是憑著一個我的身分證 因為我那時候考上四星 可是我一天都沒有念 但是那個林長 我隔壁的林長 幫我登記為四星異業 我就拿著這個身分證考去考 然後居然就考上了 那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可是我進到中國時報 那麼大一個體制裡面 裡面最基本都是 基本盤是台大歷史系 政大新聞系 或政大新聞所最多了 一堆碩士一堆博士 那我就感覺到自己是那個 真的是一個冒牌貨在那邊混 所以我在中國時報的時候 知道自己很不足 才比別人特別的打拼 而且有時候都拼過頭 我們中國時報的同事都知道 我那時候在中國時報 外號叫災難記者 因為所有的災難我都去了 九二一地震啊 桃園空難啊 陳靜興俠城南非五官 所有各位想得到最重大的案子 我都在現場 主要是因為 主要是因為我就覺得 我必須得比別人更拼命 我才可以混得下去這樣子 那個 這個有一點就是這樣 我記得有一次訪問那個 彭恰恰 那彭恰恰那時候就好像有經過 他那個那時候緋聞還沒有 然後告訴我他的緋聞 我居然都沒有對外講 我居然都沒有對外講 一週刊是可以作婚 那捧車就跟我講說 我問他說 那你怎麼走過來了 他說 不是要討好啊 討好啊 因為我想想 對啊 我也是討好啊 我說後到現在這樣 剛剛那個阿韻 阿韻在講那兩個他遇到的人 那其實很有意思 就各位問說 那為什麼是他遇到 別人會遇到 別人遇到的話 很可能就是冷冷的看他一眼 然後就走開了 那明明是騙子 他可能還會給他錢 或是說像給他帶路啊 那我覺得那是一個 阿韻的一個特質 他的特質 我覺得是可能跟 跟你的成長背景 你跟你父親 我覺得是一種 你跟你的成長背景 那當然也有你的那個天賦 你的禀父 你有觀 那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跟阿韻開始做朋友的 可是各位如果讀他的那個書 讀像那個小塵埃啊 翻向街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他 非常獨特的一種氣質 其實做記者有兩種人 有一種人就像他講來說 所謂很會社交很會拉勒 可以好像那個社會記者最厲害 他們就黑白兩道他都搞了定 可是有一種記者他是思考型的 他是內向型的內向性格的 他可能不會跟家打交道或等等 可是他的觀察力 他的嗅覺特別敏銳 而且他可能天生的 他當一個記者要對人好奇 那就一個一個記者 甚至一個好的記者 他對社會現象有一種穿透力 還有對社會的一個不正義的面向 要有一種批判性 那那種要有對人 有很深度的理解的同情 那我覺得他非常有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特質 不是一般的記者會有的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我們這個社會也很幸運 有這樣的記者 那我看到阿韻的有一篇文章 我覺得 我跟他 我比較過他跟我一個不一樣的事情 有很多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同樣會去參加社會運動 比如說323的時候 去那個2014年323 那天晚上我就在行政院遇到他 我也在那邊 那我不知道你那天有沒有被排出去 我那天沒有被排出去 因為我一想到說 因為我一個人住 我想到我們家有一隻貓 我以為我腦袋被打傷了 那我那天我沒有給牠吃東西 牠想說我是花孕星辰 我會被打到流血 那我怎麼誰去照顧我的貓 我一想一想 我就覺得我不能都這樣做 然後阿韻就是屬於那種 該沖水會被沖水 該拖出去會被拖出去 牠都是那種身體力行的人 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 我是膽子裡壓弱 那牠有寫一篇 牠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我知道牠很愛走路 牠常常這樣一走 我們就說say goodbye之後 牠可能走一個小時回家 那我看過牠一篇寫一個走路的時候 我看的真的是很特別 比如說你寫跟那個 牠說牠看到螺絲浮路跟那個 和平東路口 那個Starbuck 牠常常說牠認識一個叫 一個叫柳春春 一個劇團 一個阿丁 阿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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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誰 阿丁阿丁跟誰阿湘 阿丁跟阿湘 阿丁跟阿湘就這樣兩個人 他們好像在深圓那個 樂深兩兩院 那牠也只是這樣看到 牠沒看到幾次了 然後這個阿中 是個知障者 那個知障者 一知他拿那個 他是拿拐杖的 他拿了拐杖 那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就是這就是阿丁獨特的地方 他跑去他就跟他們問他們說 五顆會跟你們一起走 當時他們是 那一條線是要開往新莊 就新爐線 開到新莊 他是沿著那個 也正在開的那個新爐線 要一路走過去 然後他就跟著走 結果他們就一個 三人的小隊伍 阿中 阿中拿個拐杖在上面走 阿湘走在中間 然後他是走在山後面 然後這個三人一直線的走到新莊 你可以想像說 從古屏走到新莊 要多遠 然後他要描述的是說 平常走路好像沒什麼 可是對一個肢體障礙者 那個走路的過程就非常困難 譬如說那個人行道 有的高有的低 那個騎樓有的高有的低 甚至有的地方有坑洞 有時候又有車子 哪裡閃過車子 那他形容那個阿中 在中間有一個 他有個坑洞 那他就這樣一手撐著拐杖 好像跟那個人緣泰山一樣 這樣滑到滑過去 整個身體這樣滑過去 那其實我所知道阿韻他常會對這種 這種所謂我們所謂的城市機靈人 我覺得那不是一種同情 我自己的一個成長過程 那我對同情這件事跟尊嚴特別特別的敏感 我最害怕的是接收到同情的眼光 或同情的訊號 這是我從很小的時候 我就意識到這一點 那我覺得我跟他會特別看到城市的暗面 這些所謂像班亞民 他是一個猶太裔的一個德國人 他在接近戰爭結束的時候他自殺 他曾經寫過就是從德國童話裡面 德國童話裡面有個叫駝背小人 駝背人 他們講說這個駝背人 如果你被他盯上 你就會開始走運潦倒 甚至更多是一種像杜斯托也夫斯基講的一種 被侮辱跟被損害的人 那其實在這樣一個 我們台北這樣一個看起來 壯士文明的城市裡面 是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人存在 那我們通常 我們會視而不見 我們視而不見的時候 我可以了解說 那種感覺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要怎麼辦 可能我們看到一個街友 他會喚起我們的 可能會喚起我們的焦慮 我們的一個相對性的罪惡感或什麼的 那最好方式就是我不要看到他好了 那可是像除了街友啊 比如說工艙啊 工艙 工艙 或在西門町萬華很多的騎拼 或者其實如果要講得更寬廣的話 也有像就在近海的有那個大陸漁工啊 那有很多更早的跟時代有關係的 那樣解嚴之後的很多像遠東紡織啊 苗栗客運很多的官場女工 很多的失業勞工等等的 可是其實他們從來沒有消失 他們以另外一種形式存在於我們的社會 如果家裡的環境好一點的 可能有一個精神貴族的啃老族 三十七歲還沒工作了 可能有一個可能有一個在一個 他自己無法控制的狀態裡面 跑去隨機殺人的 或者很多可能是 是一直在漂浮的換工作 或者待業中的等等的都很多這樣子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我會很珍惜說他這樣的一個特質 其實阿玉跟我剛認識他的時候 我上次有告訴你說 我感覺你有一些改變對不對 不過他剛開始的時候是 他原本我剛認識他的時候 我記得他是一個很害羞很內向的人 好像都不太會願意看到你這樣 可是我覺得經過這幾年的歷練 他好像蠻堅強也能夠處理很多東西 很多事情這樣很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他本質上沒有改變的是一種 一種去理解透過一種同理心的理解 然後去書寫這樣子 那我有時候真的在想像 我一直想像說 欸你們那個三人的小隊伍啊 到底走了多久才走到那個 那個心中 那他也那個 就是說他也 阿玉也很長的時間陪伴一位工艙 叫做白狼 那我們有一些重疊的地方 很相似的地方就是 我們看到了很多的弱勢族群 那我在中國死到那幾年 我不是那幾年 將近二十年 將近二十年做記者的一個時間 我覺得 我覺得第一個 記者是一個讀書的行業 那我因為非常非常的跟別人比 差了很大一節 我就更努力的去讀了一些我讀不懂的東西 有一些沒消化的現在塞在肚子裡 那我覺得那個記者這個工作 跟我們一般的工作非常非常不一樣 我們一般的工作常常就是 你固定的生活路線啊 你固定一個小圈圈 你有老闆等等同事這樣 可是記者真的就是要去很多地方 每天見不同的人 那我跑過我在中國時報 在幾個媒體帶過 那跑過很多很多線 那我覺得這種感覺有點像就是 好像那個礦三一樣 他可能把別人七八十年歲月的長度的東西 壓縮到二十年 放在一個人身上 所以說當記者 你如果當一個歷練比較深的記者 其實走到創作也是蠻自然的 因為你接收了太多東西 你看到了太多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 有時候就好像一口徑一樣 那個水滿了 它勢必要流出來 那我也是在這樣的狀態下 開始我的書寫 那我記得我會開始書寫的原因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跑的是弱勢族群 我還記得那個萬華的那個薄斗裡拆掉 把薄斗裡那個拆掉 這些工艙會散掉的時候 那天晚上去 我記得有一間那個妓女戶 都已經人去樓空了 結果我居然發現到一個鐵盒子 後來我把那個鐵盒子帶回家了 那個鐵盒子就是那個妓女 如果客人來的時候 他們要先買一個牌子 然後進門的時候先丟到這個小鐵箱裡面 然後每天晚上她在帥多少錢這樣 那我也遇過最早的時候 我遇過一些被關在那個中部的那個儲劑 那其實儲劑的問題在台灣根本沒有解決 只是根本幾乎沒有人關係 現在那個衛福部下面 就有幾個大型的收容所 我2015年的時候才去看過一個地方 因為他們請我去演講 那裡有250個少女 很多就是說現在都講自願從倉 可是所謂的自願從倉的那個背景 是很複雜的 有時候是因為她生在一個高風險家庭 在一個父不像父母不像母的一個家庭 沒有人維持生計了 這樣的情況下 她可能去當未成年少女去酒店陪酒 或者她去酒店陪酒了之後 那個酒店常常會給她吸毒 用這樣的方式來控制她 然後她沒有辦法不做 像我去的那個地方 他們老師就告訴我說 外面常常就有酒店的那個人在那邊等她 他們有回家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就會被抓走 這樣一個情況 那我剛講到我自己的一個書 我可能可以講一下 我為什麼開始寫自己的故事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說 有一次我為了採訪一位街友 我那時候為了採訪一個街友 然後我到那個街友收容所 住了三天 他那個收容所有女生也有男生 那我訪問一個男生 那這個訪問是經過他同意的 可是當我的報導 整版的報導登出來之後 這個街友 當天就接到他打電話來 他打第一個電話來的時候 說是謝謝我 把他的故事寫出來 可是他就從那天開始 他就接續不斷的打電話 第一天就打他兩次 後來他有時候打電話來的時候 有時候剛被他清醒的時候 問我能不能幫他找個工作 後來又問我 有時候打孩子是那個 他已經喝醉了 問他我能夠接他錢 等等的 然後有時候喝醉 他開始來罵我 那我覺得我非常非常怯懦 他後來在打孩子的時候 我不敢接他的電話 我請我同事 我請我同事那個接他的電話 那我去那個街友收容所找他 沒找到 因為那個街友收容所的設計也很不好 他們如果喝醉了 不准他們回去 那超過幾點也不准他們回去 這樣一個情況 那這件事就給我的一個感受很深 當然就是說做記者的工作 是有他的意義 可是我有時候開始自我懷疑 我懷疑說我報導那麼多弱勢者 報導那麼多的一個弱勢者 到底對他們有什麼幫助 還是說我只是一個 在一個大媒體 一個大媒體 好像我這樣的一個對弱勢的報導 好像讓這個中國時報的形象 是不是說好像有對他的形象有幫助 還是我滿足了讀者的一個偷虧欲 另外一方面是因為我長期做這樣的報導 我覺得那個 那麼多不幸的人 受苦的人 他們的經他們的遭遇 他們的困境 其實有時候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強烈的 一個負面的力量 因為這很特別 如果我沒有 如果我沒有 進入他們的內心去了解他們的苦痛的話 我沒有辦法寫出他們的問題 可是因為這樣進去的話 我沒有保持距離 我如果保持距離我沒辦法寫 我沒有保持距離的話 那些東西會到我的心裡 所以我長期 我覺得有一段時間 在一種很苦惱的狀態下 那那個街友被我的一個責罵 讓我更尖銳的思考我的角色的問題 那我記得就有一天晚上回去 我在 我感覺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開始想到這個街友的時候 想到我自己的身世 因為我的祖父就是一個街友 我祖父當年來台北的時候 他因為那個精神 精神上可能是 不確定他是找發現失智還是精神問題 他每次一到家 他就 他一走出去 他就不知道要回來了 那可能他有再回來的時候 是兩三年後 可是就是全身髒兮兮的 然後受傷 甚至就是說 因為他分不清楚 他會在什麼 縱貫線在哪個地方被找到 他可能拿了人家的鍋碗瓢粉 然後就被人家痛咒一頓 然後送到檢察局 然後這樣再慢慢慢慢的回到家裡 那我也想到說 我在那時候做記者 記者已經做了十幾年 那我的收入很好 我的收入很好 我其實已經也變成一個城市的小布爾橋一樣 看那個藝術電影 跟朋友在咖啡館擴壇 然後吃很昂貴的那個餐廳 可是當我回到我自己的原生家庭 也不過從台北市過一個橋到了永和 可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弟弟妹妹 跟我的父母 因為種種原因 他們一直停留在生活還是很艱困的一個狀態 而且弟妹成長之後 好像已經跟我一樣也沒有念什麼書 然後他們在現實生活就不斷的一個 也一再的挫敗 一再的挫敗 後來有時候也當小販 那有時候也是跟我看到那些失業者一樣 很傷心很喪志 很頹喪很喪志的在家裡 那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認同 我到底是誰 我每次回到家裡 跟我的弟弟妹妹在一起 跟家人聚會的時候 我就感覺很有意思就是說 我講國語會比較慢 可是我們回家的時候 全家人在一起聚會講台語 那我講話就那種氣急敗壞 跟我的弟弟妹妹一樣 因為我們小時候 我們有八個小孩 那要講話都是要搶著講 不然你不會被人家聽到 你要的東西也要搶著 不然馬上你就沒有了 所以我回家之後我就好像 我就覺得有一種那種 那種這種陽光當中 所以我也 我在那種心境下 我覺得有一天就跟我 剛剛講的一樣 就好像感覺心裡的那一口緊滿了 我就開始寫我的成長跟我的記憶 但其實是 其實因為我沒有受過文學訓練 所以我覺得我好像都是 因為我們記者都寫完就交稿 所以我到現在還有這個問題 就連文學創作也寫完就交稿 然後交稿才發現很多很多問題 那我覺得我們兩個人 我們兩個人就是有不一樣的性情 不一樣的背景 可是很特別 因為我們又做記者 我們又寫作 所以我們可能看到了 多了不一樣的角落 但我覺得比較不一樣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像慢慢的 我的心好像變得比較堅硬 我覺得你還是蠻柔軟的 喂 剛才楊純 剛才楊純講的一句話 人家把它擴了起來 他說記者是一個讀書的行業 沒有 因為其實現在記者真的常常被人嘲笑 就是小時候不讀書長大 你不會當記者 對 就是我來當記者 其實其實這整個時空環境 應該跟楊索那時候當記者 其實是很不同的 但是我其實還是會蠻遺憾說 如果說我能夠曾經跟他 譬如說一起共識 或者是甚至是他的屬下之類的 其實是可以在他身上學一些 就是真的是一些新聞採訪的一些技巧 對 就是這個其實我比較遺憾的部分 就是其實我 雖然沒有跟他共識過 但是其實就 其實每每在看他的 我覺得不管是他的文學的作品 或者是他其實早期也會把一些 以前採訪的東西放在 好像放在部落根 還是放在網路上 對 但是我其實隱隱會 會把他當成是我的師父 那就另外一個師父 就我有一個 另外一個大名鼎鼎的師父 就我之前在臉書上也寫過 就是今年出書 就是我那個一週刊的 就是我第一份工作的主管 董晨宇 對 那我覺得仰索很像是我另外一個師父 我覺得很像那個 月球的亮面跟暗面 我覺得仰索很像是 比較看不到 比較隱微 就是暗面的那個部分的師父 那我也會來講一下 就是說 在當一個汽水之後 其實 因為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週刊 那個其實等於就是一個 新聞戰場的所謂的一級戰區吧 其實那種我去 我也沒有打算 我會坐很久 因為我 因為我大概就是想說去坐兩個月 就可以離開 因為根本不覺得說 可能會留的很久 因為就真的 真的知道說 這個地方的考驗 可能是 可能是沒有辦法通過的 所以就很像一個小白兔 後來就跳到一個 非常險惡的叢民裡面 然後就 我就還好碰到的是一個 還算正派的主管 雖然是在一個 外界的眼光看來 總是一個很污濁的環境 但是就知道一個正派的主管 他就是還是幫我們 就是護持了一個 一個比較好的原地 那其實 我覺得在一週刊 其實還是會 雖然說我們這一組做的是 很單純的人物採訪 沒有任何偷拍 或者是 其實楊索之前也批評過 就是一週刊有非常多 其實是 非常違反新聞倫理的一些 做新聞的手法 對 我們這一組沒有那樣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其實都還是有一種 因為我自己本來是一個寫作者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也因為這個因素 我會比較有自覺的覺得說 有時候我是不是一個採訪的動作 但是其實是從那裡面剝削了什麼 因為其實像我以前的工作分兩塊 一塊就是採訪的都是名人 他可能是總統 可能是很有名的導演 或可能就是類似宗教領袖 像達埃朗媽這樣的世界性的名人 但是我其實自己比較喜歡的是另外一塊 他叫做 就是採訪小人物 他叫坦白講 就是那個是 我知道是今年年初有出成書吧 就是他有點類似蘋果日報人間意義 就是他其實都是一個小人物的故事 然後就是 就是那個小人物他會跟你講 就是其實 其實那個專欄他雖然只有六七百字 但是他其實非常的難寫 就是其實 一開始去寫那個專欄的記者都會被退稿 大概都會退個五六七八次以上 就是他那個退稿率是非常高的 就是你一定要退回 然後就是不斷的重現 但是那個專欄他其實也蠻精彩 他就是真的能夠去挖掘 其實非常真的非常 就是沒有辦法對外人說的那種故事 但是其實我後來對於這個專欄 其實又會有我自己的 我覺得會有我自己方面的一個潔癖 就是我其實後來 我去找 我去找一個題材的時候 我還是 我盡量都選擇把一些社會的議題偷渡進去 就像我 我可能寫過 官場工人 然後 滑龍罷工 反正各種各樣的那種 RCA 這個都寫過 就盡量是希望說 就是利用這樣的專欄把一些社會議題偷渡進去 對 但是 我其實還是蠻佩服我其他同事 他們其實就是真的能夠去找到那一種 就是 裡面其實真的有很多很不堪的故事 然後我其實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因為這些可能就 因為 你 記者跟採訪者之間是 那個故事是怎麼樣 然後是怎麼樣的關係 其實只有你們自己才知道 因為我之前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說 我原來是只有那個 在 就是 雜誌初刊 然後就沒了 就是 除非是有買到雜誌的人才會去收藏 然後看到人其實也有限 但是 其實他在前幾年開始做 網路 就他開始有即時新聞 他就是 逼我們這些記者 因為我們其實是 呃 並不是那種在線上 好心每日 要產生 日常新聞的那種記者 所以其實 他逼我們可能 一天要發幾則 那我 可能 我們又不太願意去隨便抄誰的臉書 譬如說去抄陽所的臉書 很大新聞 對 所以就要把以前的東西翻出來 譬如說以前同事做過的坦白講 那我們其實盡量都是找自己的 那如果說自己的不夠用才找同事的 後來就發覺很大很大的問題 因為 像 我有一個同事 他現在也離職了 他就把他以前的 那個受訪者的新聞 又放在網路上 結果 他那個受訪者就受了非常大的刺激 就是 就是 因為我覺得以前的那樣做新聞方式 他也有點像免洗款 其實就是 就是故事拿來了 喔 就是這個 那個好看的故事 然後放出雜誌的銷量 然後 因為這個人 他通常這個小人物 他也 他也 沒權沒事 而且 一中他的 傳統 規矩 他通常是 即使你有權有勢 他也不會把那個文章 或是把那個新聞撤下 他就是 就是 其實是某種非常 非常粗暴的 他就是故事拿來直接就用 所以這個小人物 他可能是 我忘了那個故事是什麼 可能就是 類似說 他以前是一個什麼 什麼浪子 然後吸毒 然後 可能還有 殺過人 什麼之類的 然後 他可能後來 有一些改變 但是就是這個故事放到網路上 因為大家知道說 其實現在網路的環境 其實對於 記者本身都要非常的警惕 有時候你可能 覺得說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你其實放到網路上 後來我們就聽到說 那個人好像我們就 就是 可能放到網路上 因為有一些 親朋好友看到去非議他 所以他就是吃安眠藥自殺 但是他沒有自殺 就自殺未遂啦 但是這種東西讓我們看到 就會覺得還蠻 呃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對於我其他的同事而言 是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 對於我而言 我其實就會開始去想 我以前做過的那些報道 就是 就是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種 我跟受訪者到底是 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 呃 我在小神來的那個書裡面 有寫過 我做這個坦白講的第一個 我就是去找一個 就是那種我在 我都在民權西路 呃 就是坐捷運要換工程嘛 都會去那邊找一個 那邊有一個在 在街上賣書的老人 他就會有 他就是 是一個 呃 小兒麻痺 然後 他就是 他坐在輪椅上 輪椅上有一塊板子 叫做自己的書自己賣 對 然後 就是我就是想說去 因為 因為以前你每天經過 都會對於這個人的人生 非常的感興趣 然後我就是想要 就是喔 終於可以藉著採訪 然後去認識他 就後來當然就是回來 那個採訪座回來 其實 其實採訪本身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他這個人 譬如說他可能就會對於對於我 他就會有很多的想像 他就是會打電話給我 然後說 希望我辭掉工作 去當他的什麼特別護士 之類的 反正就是會有 會有像類似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 不曉得說 你跟他的關係 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 其實 其實記者的工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 我也不願意去講說 把記者污名化說 他對於每一個受盲者 好像就是免洗快 那樣的消費性的使用 就是記者的工作 真的非常非常的忙 而且 就是像 因為我類似這種 我剛剛講的 他對你可能會有過多的想像 對 但是我其實還是 呃 後來在我的 就是當記者的一個生涯中心 還是 常室友跟幾位 就是其實後來都是有 維持一個 當然也不是非常密切啦 就是偶爾的一個聯繫的關係 就是有一位就是 呃 可能楊索之前也見過 就是 我之前有寫過 他是在賣大志雜誌的一個遊民 然後他 他 當初他會吸引我 就是因為他帶著 呃 流浪貓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在街上賣雜誌的遊民 他其實已經居無定所了 但是他還會去撿流浪貓 就是有那種 呃 流浪貓生下來 那種 還沒有睜開眼的小貓 他會把他帶回來 然後 就想辦法去弄奶粉 然後就是慢慢把他餵大 就是會讓我非常好奇說 這樣的一個 一無所有的人 他為什麼還願意給予 對 但是其實你後來在跟他維持 的關係過程之後 你就會發覺說 其實他最需要的也不是錢 當然 你就會一路看到他的所有的 進 發展 包括他 曾經租了房子 然後他最近又有扭落街頭 然後他的貓也不見了 就非常的慘 對 那 當然其實有幾次我還是有借錢給他 但是這個借錢 就是 就是不打算拿回來的那一種 但是就是 基本上我 我在我跟他的關係 還是比較定調在一種 就是 是一種朋友的關係 就是不是說 我是一個施捨者 就是 只是純粹借錢給他 其實後來都會 偶爾就是會跟他約 然後就是坐下來吃個飯 我後來就會覺得 這種感覺有點像說 我 我剛剛有講過說 那個淤淋口湖的那個 一路走上來的那個 那個男人 就是我陪他等捷運 我會覺得 他四周的空氣 或者說 或者說他 他四周那種疑惑的眼光 好像是 那個光線 他們會經由我 他就會折射出去 他就經由我說 欸好像有一個正常人 也在跟他講話 這個人應該沒問題吧 因為我會覺得說 最近一連串這種社會事件 會對於我們 對於這樣的一個 跟我不一樣的人 會越來越 越來越排斥或怎麼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陪就是那個劉子成 可能就是 在一個財廳坐下來吃飯 就是他一個人 他根本 雖然他也有錢 他其實跟我說 他曾經有一個月 他非常努力賣 他賺了八萬塊 他也有錢 他完全是有條件 可以坐下來吃飯的 但是他其實 沒有辦法 因為他只要去 稍微好一點的 餐廳 他坐下來 可能旁邊的人 就會一直看他 頭髮怎麼那麼長 然後指甲裡 都是污垢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陪下來做他吃飯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我覺得就是說 我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就是 又不會有 我剛剛講的那種 好像那種同情 跟施捨的關係 然後就是 把那些對他 遲疑的 或者是非常不友善的視線 就在我這邊 又把他折射出去了 好 那時間好像已經 那時間好像已經 你要不要再想一次 喂 喂 我簡短的那個 做一個結語好了 那 因為剛剛有講到他認識那位街友 我這兩年剛好跟一些朋友 我們在那個 對街友辦尾牙 那為什麼要辦尾牙 最主要是說 台北的這一群街友 他們一直被排斥 甚至被政客拿出來 那個羞辱 或是要把他們趕到陽明山 或等等的潑水 這樣子 我今年的那個街友尾牙 今年那天好像非常非常冷 有一個鏡頭 有一個畫面 我心裡感受非常深刻 我們那個尾牙 我們為了說 就是屬於街友 所以都不發新聞等等的 那為什麼會請一些有名人來協助 其實也只是說 特別是有一個市議員 應小微 這幾年一直咬著街友不放 那街友尾牙之前也發生一些事 他們就是 那我們覺得說辦這樣的活動 也讓這些政客知道說 台北的街友尾牙是有人支持的 那我記得那整個晚上 那整個晚上其實 街友都沒有什麼講話 他們有上去唱歌 就是很多街友上去唱歌 那可是台下街友都沒有發出什麼聲音 只是東西 後來到快結束的時候 台北的那個街友團體 我們跟他一起合放的那個芒草星 芒草星的那個創始人 跟一個叫人生百味的年輕人 那邊有三個人上台 那個創始人叫阿丁 他就是被應小微 因為應小微的壓力 然後他被迫離職了 被迫他本來是社工 所以這些街友他都很熟 那他們上台的時候 下面的街友哭完全不喊 阿丁這樣子 聲音非常大 那一刻真的讓我有種動容的感覺 就是街友不是沒有感覺的 街友是人 他們有他們的情感 他們有他們的脆弱 但是他們有他們獨特的人生 是很值得被了解都可以尊重的 那我很開心今天有這樣一個機會 所以跟阿韻有這樣對談 那也謝謝大家 各位真的是我們第一次前往兩位出的 我想如果今天董成瑜在 你戰略在一起不得了 黃金三角 那怎麼得了 現在已經滿到後面 我們已經多了一 好幾排位也在後面了 我想大家就是很珍惜這個機會 那各位既然這麼難得的機會 各位有什麼問題請 進來提問我剛講準備好的小師子交代 可以舉手提問 有什麼問題 對不起我不是提問 我是雲林縣獨夫人 我考上大學的時候 我第一次來台北 然後住在一個我哥位以前的房東家 所以我是從那個火車站前面出來 有一個人帶我 然後坐了三輪車 到金門接住的人家裡 然後那個陳媽媽就跟我說 黃小姐你鄉下人也說 你到家裡雞沒有那麼久 她說他在台北 我說台北 你來幫我台雞 其實我在家沒有做過這 我們是拔毛的人 結果我只好去台雞 結果那隻雞就從巷子這樣跑出去 還好曾經在家就攔截回來了 第二天我就搭陵蘭去上學了 然後我念完大學就剛好那個 我七十歲今年 剛好九年國教開始 所以我就在台北住下來 我本來住信念 後來我就住到這附近了 所以剛你們講西門町講唐安親 我就是分這一塊的 然後我也曾經一直想說 我在台北住這麼久 我的小孩在台北出生 可是我為什麼一直覺得 我是土褲人 然後直到後來 就簡單的講好了 因為我們台灣的 基本上從DNA裡面就有這個講話 就是女生不是我們黃家 所以我有一天就跟我小孩說 你們台北人 我也台北人 就是那一天開始我們覺得 我們就是西門町的 我們就是台北人 我非常感謝西門町 因為我看電影都在那邊看 而且因為年紀大 我都是看一百三的 然後理解起來也不差全票 非常感謝你 而且我在網路上讀你的文章 非常非常的喜歡 因為小時候我們家有長工有女工 然後我覺得那些男生 大部分都是壞人 就說他們的壞就是壞習慣 然後沒有其他能力 像我們家的女工 有時候那個 開始可以領錢的時候 她又跟我爸爸說 因為我錢我拿回來 拿回來 拿回來我肚子拿去放掉 所以她變成說要錢的時候才來拿 那那個先生有時候會來 說 欸 房間我還來拿我母的港錢 我爸爸就說 你跟我的家做得很愧 我怎麼想要你 所以我就覺得 我在台北看到 因為我常去外國 看到有些那些男生 然後我會想起我小時候看到那些男生 台灣的男生比女生進步的緩慢 謝謝 趕快 謝謝 謝謝 你信不團嗎 你不壞 謝謝 分享吧 那我們謝謝 有提問我就要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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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今天的題目是成事報道進行 那我也好奇說 那接下來 剛剛兩位也提到說 在之前可能會特別去住一些比較弱勢 或者是這附近的一些地方 走路去散步 去看新的地方 我想請問一下兩位 接下來是否有想要嘗試 或者是接下來把你們寫作的目標 或者是你們的主題人物是放在哪一區塊 可能是新的城市風格嗎 還是哪一群人 就是我很好奇 接下來兩位的作品會是怎麼樣的風格前線 謝謝 就是我其實這幾年當記者 就感覺 其實當記者他也有回頭來稍微影響我的寫作 就是以前散文他其實已經是很透明的 就是其實你這個 當然也有散文能不能夠虛構的一個爭論 但是我基本上還是覺得說 散文就代表作者這個本身的人 這散文已經很透明了 但是其實現在在新聞書寫上面 我會覺得他其實就又更近深一點 對 所以其實我之後會稍微想把自己拉遠 可能嘗試小說的出寫 謝謝 我自己是已經開始寫小說了 那我想 短期內我不確定 我會不會再用我這個角色去寫閃文 我想小說對我是一個新的挑戰 謝謝 問到未來計畫 剛剛是另外一位置 剛剛是另外一位置 您好 其實我想問一下事情是 就是因為早前的題目是 城市報導記事 那我很好奇就是 兩位老師在台北市的經驗 跟在新北市的經驗 看到的東西會有很大的落差嗎 就是因為本來台北市跟新北市以往可能會有比較大的差異 那我覺得台北生活圈的整合 那我很好奇就是兩位老師的經驗或觀察 或看見那些城市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明顯的差異 我覺得 我想我覺得那個差異還是蠻大的 蠻大的 還只是其實只是在新殿邊緣 還沒有到那個新北市 例如我們知道原來那個西州部落 原住民的一個西州部落 或汐止那邊也有那種原住民部落 那部落裡面的一個整個生活條件 都真的還蠻原始的 甚至讓我想到我們前兩天看那個 地蓋的那個路邊野餐 路邊野餐那種 近於那個文明跟蠻荒之間的那種狀態 還是很多這樣的人 也是有很多很辛苦生活的人 就是其實我會覺得 剛剛楊索有提到我跟阿中走路 就是其實我覺得跟阿中走路 更可以明顯發掘台北跟新北的差別 就是但我們現在都非常習慣做捷運 就是其實現在捷運 你可能去三重去南視角 他就在地底下 所以你其實不太會去 你就是馬上就到一個定點 就是你其實不太會去 看到那個地貌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我其實就是跟阿中走路 就是其實在進入到新北 就是過了那個台北橋之後 進入到新北橋之後 就會發覺那個地面 或是更多的棋樓 是完全不暢通的 然後更多的凹凸不平 或是整個地貌的表現 因為跟阿走路是要非常非常慢的 所以那一次其實是會讓我覺得 是更體會更深刻的 但是相對來說在台北市 就像譬如說我現在住的地方 呃台電大樓捷運站 就是在十大夜深附近 就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這樣我是一個還蠻繁華的地方 但是我同樣在 譬如說就在台電大樓捷運裡面 我就注意到一個女生 其實我覺得她應該就是一個女遊民 但是女遊民她們其實都是非常的 希望自己隱藏起來 就是她其實都是會維持一個基本的樣貌 但是你稍微注意她 就譬如說你經過她身邊就有味道 然後她會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 即使是非常熱的天氣 那種三十幾度她就是長袖長褲 然後曬的黑黑的經過她身邊會有味道 但是你去看她的眼神 就是會發覺她的眼神是非常那種警覺性非常高的 就是她其實 所以我有時候會覺得說 因為有人常常會來問我 是不是在收集這種好像很獵奇 或是收集這些機靈人 我就說其實並不是 就是其實在台北最市中心的地方 其實就存在著這些人 我想問一下那個 如果想要更深一步的理解 不管是出於關心或者好奇的話 裡面有沒有什麼可以介紹比較景點 或者你覺得你比較喜歡的書籍或者是媒體 你再收哪個方便去 請 這題比較大 要想一下是不是 還是我們稍等一下回答吧 剛剛那邊有幾位 那我們一起回答 可以嗎 那我稍微講快一點 就是我本身有在寫那個學生開幕 然後就是新聞議題那種 那我在寫的時候會有一種疑惑 就是像新聞寫新聞的人 他會要求說要比較客觀 要比較少放入個人情感 那像散文的話 可能可以加入個人的情感和思索 然後小說的話 它是一種就是採取一個蓄體 它是用虛構去表達真實 那你們會怎麼去看待說 這些不同的題材去寫這些東西 所傳達的那個效果 因為像之前那個 之前無名義曾經在他臉書上寫說 那個上帝的光手 就不能照到的地方 就是文學所接觸之處 就是透過文學去把 不同的真實的或受苦的經驗 把那些表達出來 那會很想知道說 你們怎麼去看待 這些不同的題材 所達至的效果 可以先回答 就剛剛第一個是問書籍 或者是 因為問我跟楊索真的非常的不準 因為我們都是台北的暗面 就是我們如果是一個月前 我亮面或暗面 我們都是屬於台北的暗面 所以好像也很難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看的話 可能就先看我們兩個的書吧 結果如果你想要了解 比較非典型的台北 比較暗面的台北 那電影方面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蔡明亮的 拍台北的一些作品 但是那個也是屬於 比較台北的暗面 就感覺是那種觀光局 不會習慣的東西 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 其實這個也是這幾年 很被討論的 就是一個記者 他可能用一種比較熟 記者 就是到底是絕對的中立 還是說你可以放進 你自己的情緒在裡面的 那我的方式 其實是屬於比較折衷的 其實我還是會把我自己放進去 然後就是 你把自己放進去之後 其實你才會有一個 我覺得才會有一個視角吧 就是說 其實我很難相信有真的 絕對中立或絕對客觀的東西 就是你把自己放進去 同時念 放進了你的限制 我所謂的限制就是譬如說 如果我是一個中台階級 家庭長大的小孩 我一定會有一些 我不理解的階層或事情 所以我的傾向是 我會把自己放進去 但是 就是放進去之後呢 我其實會非常的小心 就是因為其實現在很多 那種類似記者的首記 或後記的書寫的方式 它會有很多一些內心戲 就是我會盡量就是 儘管把我自己放進去 我都會覺得我的角色 還是比較像是一個 一個錄影機 還是一個觀察的角度 而不是說我就是 整個人就跳進去 然後就和在一起 第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你看白鮮勇的一個台北人 或李渝的文章 溫收街的故事 或者你像洛宇君 很多人其實都寫過 文學上很多人都寫過台北 台北這個主題 從文學 藉由作家的角度 在某一段特定時空裡面 去了解 探查說台北的哪個角落 曾經發生的人和事 我覺得雖然是虛構的作品 但是他其實有一個坐標 有時間 有空間 那這是了解台北一個很深入 很可以 很很好的方法 甚至說包括電影 你可以去找那個 更早期的有家在台北 那有那個 孤女街殺人事件 那有那個 蔡明亮的愛情萬歲 還有蔡明亮描寫那個 觀地影院的很多的一個作品 也不只蔡明亮 也許可以看蒙甲 蒙甲也是了解一個萬華的方式 所以說你要了解 你真有心了解台北 你可以從台北的地質學去了解 你可以從台北產生的一個藝術家 藝術作品 你可以從那個地標 你可以從方向這個盆地的幾座山路等等 那我真的建議說 其實最好的了解方式 還是跟阿韻一樣用走路的 你會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台北這樣子 那後面那個同學講的問題 他問了三個 一個是說新聞一個散落或虛構的小說 那後面兩個一定有點忘了 那在新聞方面 我們確實就是說做記者 我們會一直被客觀這個東西 好像客觀它才是一個新聞倫理應該守住的 但是又一個受限於本身的一個階級性別跟交易 還有一個家庭背景 我們有時候看的事情 我們看事情常就有自己的 不只有自己的角度 甚至我們去選擇一個屏幕 我們去選擇受訪者 或者我們去擬問題 這個部分 這個層 一層加一層都是 都是帶有很多很多的主觀性的 那這個主觀性它純然不好嗎 其實也不一定 但是我覺得做一個記者要很忠實的 就是說對一個新聞事件一個異敵 你要盡量找到不同的數據 多元的觀點 從多元之間反覆結變 去找到一個適切的語言 那這中間降低你自己的 書寫者本身的一個情緒或偏見 這個是不容易 但是必須一次再一次練習 因為你要想像說 你寫出來的文章可能會影響很多人 可能會影響主事者對這事情的態度 或影響很多人 你等於幫很多人在做思考 或你做了一雙眼睛 那我覺得實時記住下午的責任 那不斷地學習拿捏 這是很重要的 謝謝 音樂老師已經到四點 各位還有兩個人 有問題對不對 那個我可以針對一位來提威就好 好不好 可以嗎 那這邊是哪一位 沒有 兩位老師好 因為我自己本身其實也算是 就是在學校有參加 就是類似記者這樣的社團 然後就是可能是因為我經驗比較不足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在採訪或是寫作 然後或是說參與社會運動 有時候會覺得 就是像遭遇到像宅男或是一些比較弱勢的議題的時候 就是可能就是就像做田一樣 做一種同時做為觀察者跟書寫者的時候 會覺得就好像深深的被自己的身份感到疑惑 然後好像覺得我是在做一個劣情的工作嗎 或是說我對這樣子的事情 那我書寫了之後 但還是對這個現象感到無力 就是會 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 那就是像兩位老師有沒有 就是什麼建議對書寫 就是新進入的書寫者 就是要怎麼樣處理這樣的情緒 就是讓自己可以 就是保持一種聚 就是可以理性的看待它 然後又不至於讓自己太受到 那種負面力量的影響 謝謝 謝謝 應該兩個都問還是 兩個都回答嗎還是 兩個都回答嗎還是 兩個都回答 當進入到一個新聞現場 或者是一個田野 就是我覺得這當然會有很多的說法 當然也是有一派他們會一直來批評說 你們知識分子 就再怎麼樣你們也不可能代言弱勢 什麼之類的 巴拉巴拉之類的 對 但是我的態度我基本上還是覺得說 進入現場 然後怎麼樣把故事帶回來 然後又不要被這種所謂的罪惡感 或者是自己的這種身份 就是覺得說你好像做完這個東西 就要離開了 其實某部分我覺得這真的蠻艱難的 就是我覺得唯一可以做的可能就是 就是多去看看早期的像人間雜誌 或者是像陳一貞的小說 因為你好像總是能夠從那一些 一些很速途 然後其實很早就有人在做這些事情了 對 但是其實社會它還是沒有改變 所以還是要繼續做下去 所以我覺得某部分好像也只能夠去看一看 前面其實人家做過什麼 然後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再做下去 就是給自己的這樣一個比較要信心的東西 謝謝 謝謝 各位今天時間有限到四點 不好意思 不過各位預告一下 因為文藝記是大活動 三四五月都有 那這個禮拜六是今天這樣 我也非常經典的對待 我當然很希望召喚董晨宇 這樣子變得金山獎當應該非常棒 不過那應該是這個 四季盛會 我們看明年他們這樣舉行 那各位如果覺得一遊文藝記也沒有關係 明天下午兩點在金石堂晨宗店 各位 這邊可以走出去 不過是明天不要這麼早走 金石堂晨宗店也辦一場也是文藝記的活動 也是一樣的台北市文化局主辦 文藝達社所晨辦台北文藝記的活動 明天我們邀請到了導演林盛盛 他也來談一個另外一個朋友的主題 非常歡迎各位 我知道報名很早都而滿了 不過因為我們有開放現場後補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現場後補 我想都還有機會補到位置 好不好 我們非常希望跟各位在金石堂晨宗店可以再見 從南路走過去很近 不過記得明天走標接近者 謝謝各位參加 謝謝兩位獎人者 謝謝大家